在我们布置客厅的时候,如果没有绿植就会显得空荡荡没有生机的感觉,不论你爱不爱养花,在客厅里养上一盆大绿植都是有好处的,一方面可以欣赏,调节人的心情,绿色可以让人充满生机,另一方面绿植还可以净化空气,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五种,适合养在客厅的健康花。 第一,龟背竹,龟背竹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官叶植物,它的叶片和我们普通植物的叶片不太一样,普通植物的叶片都是完整的,但是龟背竹的叶片确实镂空的,它的形状就像乌龟的后背一样,很有特点,是一种寓意长寿花的植物。 它养在客厅很合适,因为它十分耐阴,没有什么光照也完全可以养好它。 第二,虎尾兰,虎尾兰是一种大型的多肉植物,它的叶片是多浆类的,本身含水量丰富,所以这种植物特别好养,几乎不用怎么浇水,它也可以健康生长。 而且虎尾兰的生长速度极快,很容易就长成一颗大盆栽,摆在客厅非常漂亮,还可以净化空气。 第三,彩叶羽,彩叶羽是一种变色的植物,普通植物的叶片都是绿色的,但是彩叶羽则不一样,它的叶片是红色的,而且是粉红和绿色的渐变色,漂亮极了。 这种植物很适合摆在客厅里,不仅可以净化空气,而且非常好养,不需要阳光都可以养活,不过平时要多给它们的叶片喷雾加湿,可以预防黄液的发生。 第四,幸福树,幸福树是一种高档绿植,因为这种植物的叶片十分翠绿,达到一种接近深绿的颜色,看上去十分有档次。 它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寓意极好,幸福树寓意着家庭幸福美满,很适合摆在客厅里,它对环境适应能力强,耐汗又耐阴,偶尔浇浇水就可以养好它。 第五,鸭角木,鸭角木是一种经典的官叶植物,它的叶片就像是鸭角一样,四面长开,因此它还有一个名字,叫做八方来采,是一种寓意招财的植物。 鸭角木是一种喜光植物的,但也比较耐阴,养在客厅里的时候,尽可能朝南摆放,多晒一些散射光,对它的健康更有利。